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236集 画凡 走在官道之上,王林的身体依然缓缓地转变 本尊隐藏在内,陷入沉睡状态,而分身则渐渐显露在外 对于极境,王林依然想得很明白 他不去强求极境突破,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于极境颇为依赖 在他看来,极境只是一件法宝 现在法宝的级别不够,无法对化神期修饰产生危险 若是想要把法宝升级,那么需要一些西式的天才地宝 比如说六级修真国的正国之宝,修行之经 抛开极境之后,王林准备以分身的状态踏上修真之路 若是分身有一天可以达到应变期 那么,或许真的有机会获得修行之经 到时,以此经催化 按照纳多的说法,极境有机会突破 王林深吸口气,把极境从脑中驱除 他知道,自己现在最重要之事就是感悟天道 而他的前半生啊,是在杀戮中渡过 这种人生是残缺的 若想真正地感悟天道,那么他必须要从头开始做一个凡人 若要化神,先要化凡 不知不觉中啊,王林的心境慢慢改变 渐渐地他隐约有了一丝明雾 只是这明雾如同闪电般一划而过 快到王林无法捕捉 他沉默少许,哑然一笑 体内修为如同雪花消融般渐渐消失 最终,他整个人看起来与凡人无异 王林墓中露出奇异之光 他顺手把身边路旁的柳树叶摘下一只 放在了嘴里,体会着其中的青涩之味 慢慢地向远处走去 四级修征国的国土宽阔 比之赵国要大出数倍不止 所以,其内的修士也是众多 同样,凡人的数量也是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 王林行走间呢 看见一些路人,均都是背着行李 只是他没有任何包裹 如此一来,颇受行人注意 王林沉吟稍许 从关道两旁折下一些枝条 亲手编成了一个小框,背在了身后 随后更是折下不少树叶草木 扔进了小框内 走在关道之上,仅仅是数个时辰 他就看到了不少凡人舞者骑着高头大马呼啸而过 这些人呢,对于走在路边的王林看都不堪一眼 每次有马匹过去,便会掀起一片尘土 王林也不介意,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继续行走 这时,他这次走出没多远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鹤斥 让斗 与此同时,一股枪风从后面扑来 王林身子一侧,只见一匹黑色的骏马几乎贴着他的身子蹭了过去 紧接着,又有数匹骏马呼啸而至 其中有一匹啊,眼看就要撞在王林身上 就在这时,那马上的壮汉飞快地狠狠一拽马将 但听一声急促的马丝,那马儿的前蹄顿时高高抬起,向着旁边斜去 在地上前行几步后啊,那马儿才止住脚步 膝上壮汉大眼一瞪,手中马鞭挥手一抽 劈头就向王林落下 与此同时啊,他嘴上喝道 哪来的下子啊,没张眼睛啊 王林眉头一照,只是在那马鞭抽来的瞬间呢 一个中年汉子从旁边的马儿上跃起 一把抓住马鞭,不满地说道 张三,你耍什么威风 那壮汉轻哼一声,收回马鞭 恶狠狠地瞪了王林一眼后,一拉马将击驰而去 中年汉子看都不看对方一眼 转身望着王林,抱拳说道 哦,这位小哥,刚才可曾吓着你了 我等有钥匙在身,还望见谅 王林摇头道 没事 说着呀,他把身上的尘土拍下 那中年男子目露亚色 在他看来,王林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没有任何练武的痕迹 但此人的胆色却是颇为过人 中年男子仔细看了王林一眼 笑道 哈哈,在下旅行 此道只有一个方向 那就是京城 不知小哥去京城 所为何事啊 说完呢 他看了王林背后的小匡一眼 古怪地说道 哦,小哥可是行医的大夫 王林也不辩解 点了点头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又一抱拳 随后翻身上马 左手一拍马背 顿时啊 那马儿嘶鸣一声 并非向前 而是向后持续 王林回头看了一眼 在关道后方十里之外 有一对马车正缓缓前行 半个时辰后啊 那一对马车远远地出现在王林身后 在马车四周 有着近百个骑着骏马的大汉 这些人一个个双目金光闪闪 太阳穴高高鼓起 显然是武林中的高手 旅行在一辆马车旁边 探头与马车之上正在说话 这关道本就不关 看到马车之后 王林站在路旁 当马车路过王林身边时 有四个大汉 已然来到王林身前 把他阻挡在外 吕星此时 转头看了王林一眼 忽然双目一亮 一拉马将 落后几步 来到王林身前抱拳说道 小哥 对于邪风之症 你可有药物环节 王林神色平静 他知道 对方误会 自己是行医的大夫 原本以他的性子 本不会去离此事 但他心念一动 若想突破原因期 必须要感悟天道 或许 这就是一个融入凡人世界的机会 想到这里 王林说道 可是有病人 中年男子略移犹豫 点头说道 有个丫鬟病了 此地距离京城 还有七天的路程 随行的大夫开的方子 不见缓解 王林看了马车一眼 说道 让我看看病人 吕星苦笑道 小哥 你那里 有没有可缓解的药物 若是没有 不看也罢 就在这时 马车中 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 吕星 让他来看看吧 医者行天下 或许此人 有方法医治 也说不定呢 吕星连忙成事 从马上跳下 对王林说道 小哥 麻烦了 王林随着吕星 来到马车旁 正要上去之时 车内老者 咳嗽了一声 吕星 立刻上前拦住 坚毅地说道 小哥 就这么看吧 不需要上去了 王林眉头一皱 以他的神识 早就看出 马车内有三人 除了一个老者之外 就是两个 尿灵少女 从打扮上看到 分明是主仆二人 生病的那位 根本就不是什么丫鬟 而是其主子 在王林神识一皂之下 那小姐 哪里是什么风邪入体 分明就是体内血液中 有一股青涩之气 显然是中了某种毒素 把手伸出来 王林说道 车中的女子 犹豫了一下 从车帘中伸出玉手 王林捏住其手腕 稍许之后 松手从身后小筐内 随意地拿出一只树叶 体内灵力一动 在旗上盘旋一圈收回 把树叶递给旅行 王林说道 升福 明日就会好了 吕心古怪的 看着手中树叶 这分明就是一个普通至极的柳树叶子 他苦涩一笑 按道 自己看错人了 死人绝非什么行医的大夫 分明就是一个疯子 否则的话 哪有人以柳树叶子当药材的 若是这叶子真是药材 那么关到两旁的叶子 一抓一大把 他正要顺手把叶子扔掉 这时 忽然马车帘子掀起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者 探出身子 一把从旅行手中 抢过叶子 仔细地看了许久 神色不由地一变 师生说道 嗯 百年柳树叶 他深吸口气 探向王林的目光 充满了不可思议 连忙恭敬地说道 不知服食此物 可有什么禁忌之处 王林似笑非笑地说道 生吃即可 老者连忙点头 冲着吕星使了个眼色后 恭敬地回到了马车内 吕星古怪地看了王林一眼 苦笑道 小哥 你也是去京城 不如与我们同路如何 王林微微一笑 说道 我要一匹马 吕星听吧 立刻喊道 孙老二 把你的马让出来 一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立刻一脸苦涩 翻身下马 牵着马匠 走了过来 随后嘀咕了几句 转身离开 王林看着此马 这马儿啊 风俊一长 双目似有灵性 尤其是在王林右手的抚摸下 这马儿居然眯起了眼睛 流露出颇为舒服的神色 这一幕 看得吕星一愣一愣的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 马居然也有表情 王林左手按住马身 轻身一翻 上了马背 吕星连忙跟在后面 一边与王林闲聊 一边目光视而看向马车 王林骑到马上 目光所及四周 尽是凡人 一种许久未曾有过的感觉 慢慢映上心肩 在这一刻 他体内的灵力 居然自动运转起来 四周的灵力 仿佛是被其所影 迅速涌动而来 此时若是有大神通的修饰在此 并会震惊地发现 王林身体外 居然有一层厚厚的 红色雾状气息 这气息极为浓重 但却并不外露 而是凝聚在 王林身体四周 久久不散 这红色的物质 不用说凡人了 即便是绝大部分修饰 也无法看到 它是王林四百年来 杀人无数所产生的杀气 这杀气 日久天长 渐渐地化成戾气 最终随着杀人越多 经历了一番变化之后 成为了对于任何一个修饰来说 都为之心惊的杀气 这杀气 一旦是可以自主地使用 将会有不战 而屈人之兵的神通之效 甚至在炼制某些法宝之时 若是掺杂进去一些 其法宝的威力定会大增 微风吹来 扫在王林发间 他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吸了口气 双目微不可查地闪动明亮的光芒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体内的灵力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奇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 尽管微薄 但是却蕴含着某种神奇的力量 此时 王林身体四周的红色煞气 其中有一小部分 居然略有松动 化作一丝丝红气 钻入王林体内 与他的灵力融合在一起 渐渐地 随着车队缓缓行走 四周涌现而来的灵力越来越多 在如此众多灵力之下 所有的马儿都丝鸣起来 甚至就连那些凡人的舞者 也一个个目光大亮 他们不知为何 身体内生起暖洋洋的气息 这气息在体内流动 极为舒服 许久之后 王林体内灵力渐渐平行 四周灵气慢慢消散 那些凡人舞者 一个个纷纷清醒 均都是目露古怪之色 轻声交谈之下 纷纷对于刚才的现象 感觉差异 随着车队的前行 夜幕降临 所有的车队绕成一圈 在关道一旁驻扎 一些女眷从马车上走向 盈盈雀语中开始筹备食物 更有一些 时而把美目投向王林 彼此娇笑说着声 其实也难怪 这些女眷对王林策默 此时的王林 在他们的眼中 充满了一股难言的魅力 虽说他相貌普通 但整个人却有一股飘逸之气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